請問這是幾包胎 大家數一下 幹太好笑了吧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 我是老頭奧特曼 我們又回來這個世界啦 今天呢這一集 我們要稍微來做一下我們這個防禦措施 以及來把玩一下咱們的火箭筒 那在這個進行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老頭現在這身裝備 有沒有感覺很帥啊 有沒有像是什麼暴龍戰隊裡面的什麼副隊長還是隊長之類的 可是呢這個不是暴龍的裝備啊 這個是那個我們上一集所抓的那個球魚的套裝 你放心絕對不是我把他殺掉拿來做了 他活得好好的活得好好的在那邊有沒有看見 我沒有把他殺掉他太胖了他進不去 我又暫時把他放在那個地方 但是呢實際上他還是真的是用他做啦 就是把他們殺掉之後呢會獲得一樣道具喔 這個道具叫做 球魚之甲 大概總共呢總統的話5個9個 總統的話大概要12個 至少要12個才可以做一套 那他最大的功用是 可以使你抵抗大量岩漿的傷害 我是沒有親自去試啦 他都這樣講了 感覺就真有此事啊 然後他上面的防禦其實很低啊 他主要是屬於低溫抗性跟高溫抗性 他屬於是抗性裝啊 所以說這個防很低啊那個被物理傷害打到可能這個裝備 就快不行了吧 不過好家在是這個遊戲沒有耐久耐久值啊 如果是講方舟生存進化的可能敲個兩下 你這些裝備都曝光了 他最主要原因就是抗性 這抗性還蠻高的 那我們今天就穿了這一套 在外面溜達溜達吧 好的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要稍微來玩一下我們的自動砲台跟火箭筒 要先從哪個開始玩起勒 好吧我覺得我們先來玩一下我們的火箭筒好了 我們火箭筒那個三個屬性我們上一集講過了嘛對不對 所以說呢現在我們就直接把他做出來哦 他是直接在魔法工作台裡面做的出來的道具哦 在這個地方 他所需要的材料是鋼錠、火藥、電路、炎件 我東西都還沒放進去 反正呢就是 雜七雜八的 一堆什麼精華石 啊要你在那邊弄有點麻煩啊 不過我們也必須得先做啦 好我們現在做一下好了啊 我們要暗的跟火的 然後還有水的 各一百個再把它弄出來一次 然後 鋼錠要三百個 好那我們現在去把火箭筒拿出來哦 那在這邊稍微跟各位講一下火箭筒的話你必須要附魔 附出了相對應的屬性 你才可以使用相對應的子彈 這是後來老頭才發現的 那時候奇怪就是老頭拿這個還沒有附魔的這個火箭筒那邊硬塞那個子彈塞不下去 就超無言的 好的 我們把它做完了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 啊 就來把玩一下吧 那這個火箭筒變得很屌哦 就是 我不知道是原本改裝之後可以直接套三顆子彈在火箭筒裡面 還是說付過魔之後你的子彈直接變成直接可以連續發三發 我覺得應該是改槍的時候改變出來的吧 因為他這邊寫彈夾容量容量是三 我覺得這應該是跟機械工作臺那邊有關聯性 就是你改槍改完之後好像改到彈夾的容量的那個部分 所以說這跟榴彈的沒有什麼關聯 然後這取決於你去機械台那邊改裝的那個數據 跟你裝上榴彈裝上屬性榴彈沒有任何關係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火焰的 我範圍超大的這個 575傷害還不錯 還可以看還可以看 我覺得這應該可以拿來打雷龍大型生物之類的吧 還蠻想打看看的說 可惜這附近沒有沒有生出來 我們家的不行啊 我們千萬不要對我們家裡的人動手 他為我們拔屎拔尿我們不能這樣子 做人不能這樣子 做龍不能這樣子 哈哈 不是作為原...哎唷嚇死人了 就怎樣穿透之力是不是 穿透之力死去 哇 這是一整群黏在裡面是不是 炸一下一堆數字出現呢 有沒有這麼誇張啊 太扯了哦 抓好了 耶啊 boy 哈哈哈哈 幹超白絲 他這些屬性都有他的一些能力啊 先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呃像是這一個 這就是被擊中的敵人可以慢慢的扣血 啊賭馬會扣血正常 冰屬性呢 不外乎就是緩速就這麼簡單 那火屬性呢就是 可以增加最大的傷害 但是不會附加燃燒 哎好像會會附加燃燒 但是傷害還是最大的 啊如果我說錯可以更正一下 哦前面有三隻 三八裝子彈 不知 哦傷害不錯 這感覺像什麼你知道嗎 那個 海賊王的那個人魚 人魚島他們會有常用的那個絕招有沒有 忘記叫什麼名字 反正就是把水撩起來之後 利用水的那個 衝擊力 造成傷害 哎那感覺其實還蠻痛的 哦像一顆樣子就 不知 哦 沒什麼爆發力的感覺 我就覺得這個沒什麼爆發力 哦你看那邊 哦月月是不是 炸 可惡太遠了 對啊這沒什麼爆炸力 感覺都不知一下這樣子 可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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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慣 意思是我搞錯了是嗎 不同不同屬性的魔能 可以搭配不同屬性的子彈 可是我之前是沒有辦法啊 那也安內 哇不管了 反正就是稍微玩一玩 讓你們看一看 爽一爽也好 我記得明明就是屬性對照啊 還是說因為又更新的關係 哇2415 傷害這麼高 超屌的 有沒有造成那個 有沒有造成那個流血傷害啊 不是流血傷害 中毒傷害啊 完全沒有看到 完全沒有看到呢 試一試 不要把他炸死 靠還是被炸死了 我的武器太強了 好吧反正呢這火箭筒我覺得應該就是用於打PVP以及打BOSS吧 那種 血大概4萬滴的死神用這個大概是到至少10幾20人一起圍後才有機會贏吧 不然基本上我覺得這個實在是太坑爹啦 實在太勞累了 來我們接下來呢來稍微介紹一下我們的自動砲塔 自動砲台 自動砲台的話跟方舟生存進化應該是一樣的東西啊 不過呢我還是比較想要稍微看一下 大概是長什麼樣子我們做兩台出來好了 算我們做一台就好啦做兩台其實也沒什麼實質的意義 我還覺得說做兩台反而比較吵了因為我記得這炮聲應該是蠻大聲的 我就把他架在這裡好了 移工店還好我這個電路稍微有把他牽比較遠一點 好的 那接下來就是子彈的部分我剛剛是忘記拿了 已經先弄好的子彈居然沒有拉出來 這邊好多喔 OK 我們有子彈了 Let's go 看一下傷害多少其實我們想知道傷害的打開 電壓不足 怎麼又電壓不足 你給我跑喔 有了有電壓 哎唷喂 優秀啊 這麼兇慘喔 哇 暴力狂欸 哇他在射哪裡 他在射哪裡 我看一下 距離我們距離射高好了 哇 爆屁 哇沒有人敢靠近我們了 只要我們的炮臺身上有子彈 誰都沒有辦法殺了他 好恐怖喔 而且還有在沒有還要還有在瞄準嗎 那隻劍心像看見了沒有 炮臺哥 就是那隻劍心像欺負我的 殺了那隻劍心像快點 炮臺哥 替我報仇 不是那一隻啊你射錯了 那隻那一隻 他完全無視那一隻 他完全無視那一隻 那隻走得很囂張那一隻 快射過來啊 有有有有有 哇炮臺哥最愛我了 為我做了 我一直很想做的事情 好啦這就是我們的炮臺 感覺好像沒什麼實質的意義的感覺 如果呢把他放在風神翼龍平臺上面呢就屌了我告訴你 而且尤其是放二三十臺在上面 不過基本來講啦這個是需要去後臺改數據的 把他設定成炮臺可以放在平臺上面 不然的話基本上是應該目前是沒有辦法放上去 啊想到以前我玩方舟生存進化的時候那個 方舟阿琪 啊那個方舟方舟阿琪在上面架了二十幾台這個 自動炮臺 天下無敵好不好 天下無敵一流的 只不過那時候真的是弄很久啊因為 方舟的材料 你們有玩過應該都知道 啊那ARK那個材料要嘛都上百個在那邊 起跳 我們這些東西都介紹完畢了就讓他休息吧不要讓他運作了不然還蠻吵的 好我們接下來要去抓外面這個在黑暗森林的靈魂收割者 那他是屬於魔法生物啊 然後呢他的 食物是 初級魔法核心跟按摩石 那我們這邊超多的 不用怕沒有 那是用強制捕捉但是他不能騎乘 但是為什麼要抓他呢 因為我覺得他長得蠻帥的 所以說呢我們這次呢終於把他定為我們今天的目標 所以說我們現在準備出發 啊我的石像鬼在哪裡啊 就是這個了 這就是我所想要的地區 我們找到了 靈魂收割者納命來吧 我已經準備要收服你了 看是你收割我的靈魂 還是我收割你的靈魂 哇這個死定了這一隻 直接爆掉這個 靈魂收割者下去了 哇這邊好多 我可以下去又死一隻 欸這邊是在自然生產這些敵人是不是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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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哇 哇靈魂收割者看到了 把他領過來 過來啊 欸你為什麼要下去 你不會捶戲吧你 27等 27等 跑 跑跑跑 向前跑 欸你不要給我掉岩漿裡面了 我感覺他掉岩漿裡面 該死 你掉岩漿裡面 前面我就沒辦法抓你啦 大哥 還是我們抓了天花板那一隻 感覺天花板那一隻不錯啊 27等 嗚 別 啊被我射死了 哇這邊又來多那麼多隻 不對啊 我的弓箭威力有這麼強嗎 來自10等的 你掉了 好多喔 我覺得他他要被我射死了 哈哈 多跑一下就好了沒問題的 嗯是哪一隻啊 來了 16等 我被摸到了 沒問題啦 只要不是岩漿我都接受 跑了這隻 欸不要被我射死欸 偷大麥照 哇他去哪裡啊 虛空順動的這隻 哦卡的好卡的好 感覺好像沒有暈 暈了暈了 這隻暈了 誰打我 幹什麼 不想活是不是 哇有硬喔 這隻有硬喔 跑勒 跑勒 完蛋了我要死了 我被他卡住啦 OMG又按到右鍵一直在那邊 嗯 煩死人了 回個血 諸事不順啦 哦我沒有肉 有有肉 還來啊 大哥 大哥 大哥拜託別 會死啊 現在就是 從側面疊齁 疊完之後呢 趕快打開包包 他應該比較喜歡吃按摩屎吧 按摩屎是沒帶出來 有 看他克不克 現在保實度不太夠的樣子 沒關係 慢慢抓 應該是抓得到 暗鱗收割者 不是靈魂收割者 我現在才發現 他這個保實度應該要再降很低才會吃一次 然後吃一次應該都會加非常的多啊 2000 years later 終於回來了 天啊 這個地方真的很難抓東西耶 很難抓寵物耶 那收割者一大堆在附近那邊飛來飛去的 然後你只要一下你的實相鬼 他們全部都幫你當成敵人 啊 拼拼死拼命追你追到底啊 不管你跑多遠 他就是要抓到你這樣子 哥真不愧是收割者啊 對這種 對這種靈魂的渴望 誇張到極致 啊 反正不管了 總言之我們終於弄到一隻了 我的天啊 長來其實真的說真的還蠻帥的 拿著一把鐮刀有沒有 然後呢 說真的我不知道他到底可以幹嘛耶 我就是很單純覺得他外型長得帥就把他抓過來了 然後我想要設設定成 他打誰啊 哇這麼兇啊 啊別 打他 哇我10巨人 蹦 哈哈 10巨人一個暴怒 來來攻擊我所攻擊的目標 太棒了 太棒了 打他 過假 哇 這麼的帥氣 我的護 什麼我的這個 替身保鏢替身死者 嗚嗚 這個這個不殺實在是不行了 他已經違反了這個生命法則 這到底是幾 哈哈哈哈 我必須要截圖抱歉這個我非得截圖了 請問這幾胞胎大家數一下 幹太好笑了吧 這已經違反了生命的法則了 這必須要斬除掉 免除後患 爆了 非常好 我實相鬼幹嘛 他也想要來湊一咖是不是 說真的我還沒看過他的屬性 沒有仔細看啦 因為剛剛全程都被追 哇這樣子這隻17等 血就3200 氧氣很低 我覺得這個直接拿來升攻擊就好啦 他也不用騎 所以說不需要什麼存在 負重的存在量不需要 很可惜不能騎啊 如果可以騎的話就騎他到處飛來飛去 不過這隻應該是打不贏我們的雷龍大哥吧 那我們還是不要想太多好了 雖然攻擊力200蠻屌的啦 我們還是把他帶回家 還有你 你不知道沒看到什麼就愛來愛來湊熱鬧好不好 都給我回來 好吧 這就是我們的靈魂收割者 其實他 嚴格來講叫暗鈴收割者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只想要叫他靈魂收割者 如果各位呢有這個興趣想要帶一隻回家 當寵物 自己想辦法吧 我已經 盡力了 非常的困難 好吧 今天影片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方舟方塊 再見 拜拜 拜拜